SBS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一些人看来 澳大利亚丰厚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同一把金钥匙 助力富人们进一步积累财富 这些政策不仅让他们可以轻松囤积财产 如养老金 房产组合和各类投资 更让他们的财富雪球般越滚越大 然而对低收入人群来说 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听起来虽然奇怪 但事实就是这样 显然低收入人群被征收了过多的税 而高收入人群却得到了更多的优惠 我希望看到对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税 澳洲圣工会的一份报告揭示 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手握的财富是最贫困人群的九十倍 这一差距正是过去二十年里 历届政府不公平的税收和住房政策所酿成的苦果 澳大利亚圣工会执行董事凯西·陈博尔说 资本利得税优惠 复扣税政策 以及针对养老金的税收优惠 绝对是导致这一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平均每人拥有高达三百二十万澳元的财富 相比之下中等财富的百分之二十拥有约六十万澳元的资产 但最贫困的百分之二十平均财富仅为三点六万澳元 包括现金和其他资产 这种巨大的财富差距让贫困的澳大利亚人倍感生活成本的沉重压力 真正的悲剧在于通过放弃负资产抵押税和资本利得税所花费的所有资金 以及为财富金字塔顶端所积累的财富 并没有带来一个负担得起的住房市场 因为房价的飞涨 许多人被无情地锁在了拥有自己房产的大门之外 也因此失去了获得财务保障的机会 该慈善机构呼吁政策制定者取消现有的住房优惠政策 废除资本利得税 并将付扣税的目标对准社会住房 悉尼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舒麦卡塔尔说 这看起来可能不太公平 但解决方案并不那么简单 如果你要针对非常富有的人 他们可能不会继续投资 或会选择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投资 但对许多人来说 他们想要的只是为了能够负担得起属于他们的澳大利亚梦 想在SBS当运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 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